当地时间10月31号晚八时 在华商密集的智利首都 圣地亚哥火车站山茂区 近200名华人志愿巡逻队队员 在当地警官见证下 齐声高呼口号 展开了又一晚的巡逻 10月14号以来 圣地亚哥出现了一系列 针对公交系统票价提价的抗议活动 伴随着示威游行 出现了日趋严重的街头暴力 并向首都之外的地区蔓延 一些地方的华人商家受到冲击 遭遇破门洗劫 甚至纵火 损失惨重 火车站山茂区内的华商 从10月23号起 自发组织了志愿巡逻队 加强治安 现已有约700人参加 巡逻队员大多是在 山茂区内做生意的年轻人 当地警局力量有限 对巡逻队的组建自然也很支持 巡逻队的工作时间 是每晚8点至凌晨4点左右 分两个班次 大家分工细致且明确 比如设有25部车 在固定位置盯手 还设有步行流动哨和巡逻车 值班队员需每半小时 在手机群里报平安 记者晚间看到 山茂区各主要路口都有港哨 巡逻队员中也不乏有女同胞 就是有时间我就过来参加了 进点行李了 我有对讲机 我负责报警 群里发消息 大家这么团结人这么多 一点都不害怕 圣地亚哥火车站 山茂区纵横覆盖七八个街区 于千户华人商家 占了山茂区内商铺的约九成 由于华人商家密集 这里很快将发展成为 治理的唐人街 而山茂区北林的奥西金斯大街 既是圣地亚哥的东西主干道 也是此番游行示威的主战场 虽然火车站 山茂区尚未受到暴力冲击 但生意也一落千丈 在示威高潮时期 这里的华商们一度被迫闭闻歇业 10月31号适逢万圣节 记者在商贸区看到 绝大多数华人商铺 都已早早收工关门 智利总统平年拉 10月30号宣布 为应对国内形势 智利政府放弃主办 亚太经合组织 A派克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万圣节之夜 圣地亚哥市中心出现了 让华商们多少有些意外的清静 这里的华商们期待 智利的局势能尽快好转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